他在学校教了十年的书 可是最爱的事却是骂人 从2005年到现在 一骂就是18年 靠着骂人 他不仅成为文明两岸的名人 更是被大陆无数人视为 保倒台湾的最后希望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并不是因为他病了 实在是他的周围早已经烂透了 他叫洪秀柱 从小对两岸统一心向往之 却对身边的独立分子不堪其扰 而他也从来不会给这些人留情面 辛辣的批评让他一度被称为政坛铁娘子 那么洪秀柱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欢迎百度搜索洪秀柱 为女强人的爱国点赞 点个三连精彩故事 马上开始 或许就连洪秀柱自己呢 也没有想到 本想教书艺人 性命广遍天下的他 竟然会投入到 他最不愿意投入的政坛 因为多年以前啊 正是父亲在政治上的几句闲谈 便换来了三年的锒铛入狱 以及呢自己近乎悲惨的读书生活 父亲入狱家道中落 年轻的洪秀柱只能将全部希望 投入到面前的书本上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洪秀柱的坚持下 他考上了中国文化大学的法律系 并且顺利获得了前往 美国大学进修的机会 从身无分文到名校傍身 此时的洪秀柱 不说是成功人士 倒也算得上是小有成就啊 为了尽快赚钱补贴家用 洪秀柱来到学校教书育人 也正是这个决定呢 彻底发掘了洪秀柱的管理才能 尽管呢只有23岁 可是不管多么调皮的学生 在他的面前全都是眼气息骨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洪秀柱小辣椒的性格就暴露无遗 甚至于到了政坛 洪秀柱也一直是敢想敢干 民进党为安倍晋三树同向 他开口怒怼 日本人是我们的阿公吗 日本人是我们的祖宗吗 蔡英文论文造假 逃不留情 直言蔡英文厚着脸皮不下台 这辈子还要不要做人 这位昔日的国民党前主席 用自己的干脆直接让台湾整个政坛 全都是不寒而栗啊 只想他口齿伶俐 说话毫不留情的绿党 为了不让他说话 甚至还想出了封杀他的馊主意 事实上洪秀柱的出言怒怼 和毫不留情也并非是完全毫无理由 尽管呢同样是作为国民党员 可是呢不同于其他的国民党的左右摇摆 洪秀柱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坚定和强硬 在他看来啊台湾唯一的出路 那就是回归祖国 两岸回归是大势所趋 可是出于泥而不染的荷花 有的时候迎来的却并非是爱怜之人的欣赏 更是啊有心人士的排挤 因为呢他的态度强硬 洪秀柱惹怒的不仅是绿党 更有自己人 向来讲究中庸之道的国民党 为了不引火上身便对他的大家排挤 最终不得不退出国民党 而此时距离他乳腺癌治愈 仅仅过去六年身体啊还没有完全恢复 事业上的失忆身体上的不适 让自以为问心无愧的洪秀柱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或许这个时候的洪秀柱呢 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台湾失忆的他 却在大陆获得了救赎 对于两岸统一的渴望 对于台湾百姓的热情 让受到打击的洪秀柱重新燃起了希望 正如他所说啊 年轻人才是两岸最后的希望 如今的已经75岁的洪秀柱 依然奔波在两岸统一的道路上 出席两岸同胞交流会 参加两岸文化交流展 洪秀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和自己的巨大影响力 身体力行的呼吁着两岸走到一起 尽管呢 明知前路危险重重 明知此路遥遥无期 可是洪秀柱依然像他说的那样 宁明而死不墨而亡 或许这就是他能够打动无数人的关键吧 向爱国铁娘子洪秀柱至今 不过来